Hillsoux 大家好 今天的影片是要教各位 如何利用一個網站 製作你的YouTube影片片頭 還沒訂閱的朋友 請到右下角按下訂閱 我們準備開始 這個是我最近發現的一個網站 這個網站我會把網址放在影片下方說明欄裡面 這個網站是很多網友設計的影片片頭 然後你們有時間的話點這個 看模擬這個可以看到很多很多設計 有時間你們再來看 我現在教各位如何操作 先回到首頁 首頁你有看到很多 很多樣板在這邊你們就 隨便挑一個 隨便我挑一個進來 進來之後就把這一個 open去這一個打開 打開他就會進來 進來做編輯 那編輯的話他有很多模板你們自己 像我隨便挑一個這個好了 這是模板 模板挑好了他有 那個上面的字要 字可以去設計像我 這一個的話就是 可以去改字形 字形你們就去改 點兩下 就可以 然後這個框框裡面打字 因為這個是英文 英文的 英文的 模組啊我們要打中文的話 那個字形要幫他加中文的字形 所以 他這個裡面有沒有 這個字形 這地方要去幫他加字形 這邊都是英文你要選 Custom Custom 然後這一個 下面這一個 Set的 然後你們再去找中文字形 中文字形你們沒有的話 我教你一個方法 你們到這個網站 到Google裡面打 免費字形 免費字形的時候 他這邊跳出這一個 2020合法 中文字形 收集 可以商用 這一個 進來之後會到 會到這邊 然後你們就隨便挑一個 他這邊有網址 你把它點一下 點一下進來往下拉 往下拉 往下拉他這上面有字形 你們就 這個英文的地方點一下 然後這個進來 然後右上角這個 箭頭往下這個下載把它點一下 他就會幫你下載到電腦裡面 然後你再從這邊去 去找 找字形 這邊set裡面 set裡面去找 剛剛下載的 字形 T開頭的 下載的 然後再按開啟就檔 然後這個字形就弄好了 然後你 字形載好了 只有你 這上面 TEST 這邊有沒有 點兩下 然後在這個框框打 打字 我打中文的 中文字 然後Enter 他就上去 然後再來 這個也是打中 一樣 再打一次 中文字 這樣子 如果你們看不懂他這個網站 在 空白地方按右鍵 你把它翻譯成中文 他就幫你寫 幫你把它翻成中文 這邊有很多介面 弄好的話就在這邊 這邊有很多屬性可以去用 你們 自己 可以慢慢去設計 設計好了這邊我先把它關進 因為怕這音樂有版權 然後就可以 按這邊播放 播放 播放在這邊 那如果覺得怪怪的再按一下 他就可以 切換回來 這邊字體都可以調高度 方向顏色都可以調 假設我這已經弄好的話 你這邊有一個下載 下載這邊點一下 然後這邊他會 開始 轉檔 你就把它點一下 這個要稍微等一下 大概 大概一兩分鐘左右 然後轉 轉完檔的時候 大概 就可以 把它下到電腦裡面 轉檔 他轉檔好了 你這邊有個下載 您的視頻嗎 再點一下 然後他會 他會在這邊下載 這邊已經下好了 VDO2 然後你再用那個 編輯軟體 編輯軟體把它放進來 我們弄一個 剛剛這個 剛剛這個是 VDO2嘛 VDO2我們把它打開 開啟舊檔 然後把它點兩下加進來 因為怕這個有版權 我把聲音把它 把它 關 把它刪掉好了 他這個聲音可以不要 把它刪掉 然後再放那個沒有版權的音樂 然後你們就在這邊播放 這樣子 你那個片頭動畫就做好了 因為我剛剛沒有做 細微修改 顏色你們自己再去調 就好了 那這個 下面還可以放一些免費音樂 免費音樂你們就去那個 YouTube YouTube的免費音樂那邊找 他的那個後台裡面有 免費音樂 阿你再把它放到 放到這個下面 就可以 就可以有 新的片頭 阿又不會有音樂有版權的問題 好 今天影片到 這樣子 希望我的影片請到右下角按下 讚 我們下次見